毫無價值 是不是 周先生得的支持是接近零的 你勸一個接近零支持度的候選人棄選 到底這個邏輯在哪裡 支持度接近零又不等於毫無價值 但是為什麼西環都要找天笑出口呢 我也知道他有勸過我 中聯辦有勸過我 你叫周慶平不要選 七月的時候 他贏不了我 你怎知道他贏不了 不過田笑更得田毛毛 也是有點反叛 中聯辦對我們出周慶平 會影響學軍員 是有意見 結果後來我們協商 我們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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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周梁和他弟弟之前都當選 周慶平為什麼沒有機會 落到新西第五席 到後來8月24日 他在電台的時候 你只有1% 我都認為打定輸數 你不會贏 為什麼要這麼大動作 有些人不相信他 我就相信他 但是說了這麼久 究竟是哪個中聯辦官員 輕少都是不肯說的 只是說勸太計劃3月已經開始了 主席到你發言時間了 指控的人首先要說清楚 對不對 就是 我覺得就是 這些事件最好就是 全部 就是將那個實情 1510 就是 擺出來 那有些事情 說不說 引起各方面的猜測 其實就很 就是 我覺得就很 很壞 不用口都疾了 林卓廷就說 基本法第22條列明 還讓政府各部門 不得干預香港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 立法會選舉就當然其中之一 誰去選或者不選都不到西華人家意見 譴責他們是赤裸裸違反《基本法》 不過 查實也有政界人士說 世華對選舉簡直無恐不入 區會、立法會地區直選 他們都受惡見 派參選名單 配票的生殺大權